对我们来说 移动互联网提供了一个巨大的机会 使我们的受众用户 能够在任何时间 任何地点 任何屏幕 可以看它任何想看的内容 我觉得这是对用户的一种解放 相对于电视来说 因为凤凰卫视也是电视 电视我觉得它确立的不是一个盒子 电视实际上是确立一种制度 让我说就把人双规了 什么呢 在规定的时间 晚上七点到七点半 在规定地点 你们家的这个起机室 看几个小时之前早做好的节目 就把人双规了 那么移动互联网是把人解放了 你在任何时间 任何地点 任何屏幕 这是一个特别大的变化 我觉得移动互联网带来了 潜阅读 潜文字 潜交友 甚至可能是潜思考 为什么说是潜阅读呢 就是比如以微博代表的 140个字的字节 我们可能很多的小白领 年轻人 我就已经习惯 用140个字节 就把重大的新闻 重大的事实 突发事件看完了 你再长可能大家不愿意看了 所以阅读变得非常浅 浅阅读 潜文字是什么呢 就是大家因为碎片化的时间 大家用文字的都不喜欢用长的文字 都特别简短 尤其是微信的出现 大家都不写文字了 用表情 那么还有就是潜交友 由于移动互联网的出现 大家的交友我觉得不是深了 我觉得反而更浅 一大堆的粉丝 每天关注几百人 被关注你粉我 我粉你 我觉得本来那种很 纯厚的那种关系 可能我觉得现在可能变得肤浅了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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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